动物的灵性蛮高 可惜人怎么灵性这么小呢? 动物比较没有分别性 我们分别性太大了 所以才造成很多自己困扰 比方说你眼睛很亮 五官都很正常的 你出去就要选一个女朋友或是一个男朋友 你就看了一清二楚 他那个活性长得这样子不太好看 如果我当了女朋友 我把他挂掉 不是他那个样子不合一了 他长那个样子太矮了 太高了 太胖了 太瘦了 太老了 太... 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我们眼睛不见 然后哪一个人 带一个人来接受说 这个就是... 可以试看看 当你的朋友 试看看 结果喜欢他 上族有就喜欢他的个性 喜欢他的体贴的 体换他那边的智慧 温柔的感情或是会赞美 会表达自己的那边的感情 我们就喜欢他了 就是有那个眼睛 就可惜 失掉一个好好的先生或是一个好好的太太 因为我们眼睛就看外面而已 没看那边 如果没有那个眼睛的话 如果没有那个眼睛的话 得到那个先生或是太太以后 就会非常爱他 非常珍惜 然后我还是整个辈子在一起 活得很快快乐乐的 有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男孩子 他妈妈下忙 眼睛看不到 他就认识了另外一个 也是牢牢的男孩子 他们聊天 工作一起 聊天说他没有人 他只有一个人 咕咕吐吐吐的 然后那个小的 少年就问 你为什么不出去找人照往 你就在家里 怎么能找到 太太呢? 他说谁要我 你看 你看我耳朵也长毛 他说你看我这个样子 连那个耳朵里面也长毛毛的 让我鼻孔也蛮蛮毛毛的 我连长这个样子 我鼻子又扁扁的 然后嘴巴又那小小的 谁会喜欢我? 我不用出去也知道了 没有用了 浪费时间 谁会喜欢我?他这样讲 那个小年就说 我妈妈会 妈妈 看不到吗? 所以他以后就介绍他们 介绍他们两个互相接受 哇!他们两个很快乐 妈妈看不到那个毛 所以我们曾经有时候 伤害我们很多了 伤害我们 让我们失去很多好的东西 例如说世界来讲 还没有说修行的方面 还没说了 曾经太多了 眼睛、耳朵、香味、舌头 什么都骗我们了 真的是骗人了 在天地的交界 终于是无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